好 主播各位观众 云林西螺中山路一间 咸酥鸡的摊贩 在20号的傍晚6点多 是突然传出有火警的意外 那这个咸酥鸡的摊贩 就位在其楼 那楼上其实就是 一般的这个住宅社区的 而且两旁还都是营业店家 可以说这个场面 是相当的惊险 那民众发现的是 马上通报119 不过这个火势 因为可以说是 窜烧得非常的快 那刚好这旁边 有一群这个外送员 经过马上就先来 借灭火器帮忙来扑灭 在这个消防车到达之前 就已经先来灭火了 而这个举动 也获得附近民众的赞赏 大安子 消防车怎么还不来 好那附近民众就表示说 其实一开始 熄火原因都还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火势 来得相当猛烈 又快又急 而且几乎是 没有人敢靠近的 不过没想到说 这时有一群外送员经过 是马上向附近的店家 先借了灭火器 来协助灭火 直到消防员到场 才开始交棒 把这个工作交接给消防队员 这一群外送员的灭火队 也可以说是相当的英勇 索性整起火警 最后只有贤苏鸡摊烧掉 并没有延烧到房子跟建筑 而且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详细其为原因 还需要再调查 但是民众也感谢说 好险外送员协助及时 不然可能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以上是我们掌握资讯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